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MED学院 我们继续来学习关于eChats和hiChats的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讲 我们这节课的目标是通过一个简单的demo 来输出一下hiChats和它的基本的配置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hiChats的获取的一个地址 以及它的一个目标结构 我们可以从官方网站上下载相应的版本 现在最新的版本应该是4.2.3 为了这个时间的缘故 我已经给答案下载下来了 这是hiChats的一个最新版本 hiChats4.2.3 我们来看一下解压以后 它有这么几个目录 第一个目录是example 这是它的一个例子 这里边有许多多它的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去点开 我们来看一下 jfx和graphics 这两个是它的一个图片资源的一个目录 和一个目录 打开呢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个清单 在这里我就都跟大家打开了 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这个是我们对这个解压目录的一个说明 这里边我都跟大家已经说了 好 看完了这个目录结构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开始编写一个简单的一个demo 在开始编写简单的demo之前呢 我们来对HiChats今天一个简单的一个 这个Jquery Jquery的一个词言 Jquery呢 目前应用最广泛 但是其体积特别的大 100k以上 在移动章网络带宽有限的情况下 并不是最优的选择 如果我们的页面没有其他地方需要用到Jquery Jquery仅仅用于HiChats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使用这个HiChats Standalone Framework 这个是压缩板后压缩后的一个大小 它只有2K 大大的减少了咱们这个带宽啊 大家别看从100K减少到2K 这样的一个资源的一个节省是非常巨大的 能够有力的节省我们这个带宽 所以呢我们等会可能会用下面这个Script 它把这个从C边C边分发到这个的一个网址 等会我会用这个 然后下面呢 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引入本地文件 我们直接这么引入就行了 注意啊 我们首先是不管是引入这个在线资源 还是引入这个本地文件 我们都是先引先引入这个Jquery 我们必须都是先引引这个Jquery啊 如果不是先引这个Jquery 而是先引这个HighChats的GIS的时候啊 你在渲染的时候 浏览机在渲染的时候会出现错误 因为我们在这个HighChats里边 可能会用到Jquery的一些方法 一些类阔啊 这个第三个是高级功能 图表导书功能 以及这个图表主题 我们需要引入的这些资源 这个是我们等会儿也是需要引入的 导出功能呢 是将图表导为下载为常见的图片文件 或者PDF5文档的功能 这个会给我们有一个选择 想要使用这个功能呢 我们需要额外的引入这个Sporting.js 当然了这个图表主题也是一样的 HighChats提供图表更换主题 想要引入这个相应的这个JS文件 即可改变这个图表的样式 除默认主题样式外呢 HighChats官方提供了多款的主题 这块是给大家给了一个例子啊 这个是灰色的一个主题 那我们首先呢 先把这个JS先跑起来 好 我在这块呢 已经跟大家打开了一个啊 我在这个MED学院 EChats这个Demo1 比较HTML 这个文件里边 给大家打开了一下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HTML的一个结构 我相信同学们都应该有了解 如果没有不了解的同学呢 再去学习一下 好 我们来 刚刚跟大家说了 我们这次呢 是引入 使用引入带线资源 所以呢 我们就先引入 这个是JQuery 的一个压缩板 我们会先引入它 然后呢 我们再引入这个 HighChats.js 先引入这个 这个是JQuery的1.8.3 5mm版 也是比较新的一个JQuery的一个版本 接下来呢 我们引入这个HighChats.js 好 那有这两个类裤存在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往下看 我们现在开始来创建一个HighChats的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图表 能够让它跑起来 在创建HighChats图表之前呢 我们首先来创建一个DIV的一个容器 在这个容器 创建这个DIV容器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把我们将来展示的这个图表啊 放到这个DIV里边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页面的Body部分呢 创建一个DIV 并且呢 我们需要指定DIV的这个ID 我们等会儿在这个JS的 写JS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这个ID 以及它的高度和宽度 我们必须指定它的高度和宽度 好 我这会儿就不写了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html的一个代码 有它的ID DIV 这style是它的一个样式 你需要指定这个YS是800pX 还有这个Head 宽 800pX高 400pX 然后将来我们会把呃渲染好的这个图表啊 放到这个container ID是container的这个DIV里边 好 那这个 在HTML包的一体里边都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再编写这个HiTest的一个代码 呃 说是编写HiTest的代码 其实呢 就是编写这个JS的一个代码 我们来看啊 这个是我之前跟大家准备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呃 JS的一个代码 我们先给它 我们需要把它放在这里边 需要把它放在这里边 注意啊 我看到有好多那个参考资料说 其实这个不管什么样的顺序 有的参考资料呢 会把这个script的这整块的部分 放到这两个script资源的前面啊 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是不行的 因为浏览器渲染是从上到下啊 他首先呢 是在是去渲染这个dequery的资源 然后再去渲染这个HiTest的资源 随后呢 我们在这里边手写的这个JS代码 才能够被 那里边的一些方法 呃 才能够用到上面的这些方法 那比如说HiTest这个方法啊 它是在HiTest的JS里面 才会有的啊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顺序啊 给它搞清啊 好多同学都是把这个script的这个代码啊 放到这个这个title下面啊 这样的话 呃 浏览器渲染的时候 它会做错 好 呃 说完了这些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JS的一个代码 你首先来看啊 script里边 然后呢 这个dollar function 有了这句话的作用是什么呢 啊 就是等待这个html页面全部渲染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再开始渲染这里边的一个代码 好 我们来从这个dollar container 这个是一个它的一个选择器啊 dequire的一个选择器 获得到container id是container的这个div的一个对象 然后用它highchats的一个方法 highchats的方法是在这个highchats.js里边去定义的一个方法 它这里边有好多属性啊 这个好多属性 这个是我给大家写的最简单的一个属性啊 它这里边属性的格式啊 都是用json的一个结构 kvaluekvalue的一个结构啊 大家来看 可以valuate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看起来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来看 title呢 title的意思呢 也是它的一个属性 应该是标题的意思 它还有一个subtitle 不标题的意思 text就是说这个title是叫啥 我们在这里叫做highchats demo 这个是x坐标 以及y坐标的一个属性 最简单的一个属性 categories 这就是x坐标的一个内容 比如周一周二周三 给它定义 这里边的数据啊 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这是y周 y周它也有一个title 这里边也可以text 也可以跟这个title的一个text 可以进行一个随便的一个写 我们在这里边写一个description 另外的描述 seriously seriously 这就是系列 英文是系列的意思 那在这里边呢 就是我们需要在这里边 给它放的这个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name北京 data 是这么一个数组 然后name data 这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边又包含一个数组 总之都是用json格式来进行渲染的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图表的一个展示吧 数据的一个展示 我们只要把想要的数据写到这里边 然后再去浏览器里边点击 渲染 就会看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没有保存了 小心 好 我们来看到 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周一周二周三 那这是X轴 对照这一周 我来说一下 我来说一下 小块 我来说一下 稍等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X轴 X轴定的这个种类 周一周二周三 在这里边 周一周二周三 Y轴 description 在这里边就写的是description 这个cells 这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数据 在这里边有一个北京 有一个上海 你在这里边 name定义的属性值 都会在这里边显示 然后它的值 这里边都有 我们来看 北京周一是七天 这个就是to tip 我们把它放上去了以后 它给咱们显示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数据 那这个动作呢 我们可以在后续的课程会跟大家再去详细的讲解 我们可以在这加一些 我们常用的一些事件 比如说click事件 hover事件等等 我们来看 周一是7 然后上海的周一是负的0.2 这里边也没有什么单位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折线图表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就这么短短的几句 几行 Jazz的一个代码 就能够很直观的来展示出我们所要想表达的一个内容 非常的方便 这个就是我们所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demo 对着这个Y轴的数据 它会根据我们这个打上去的这些数据 来进行自动的一个适应 自适应 自动的一个适应和一个扩展 好我们来看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课程跟大家讲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我们怎样去编写一个简单的一个demo 以及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配置 然后大家有了一些感受 直观上的一些感觉 那希望同学们在选完这次课程以后 在课后能够按照我这个例子 来去编写一个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demo 来去多练习练习 好那本次课程都就讲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和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